圖小姐,她想要問阿寶老師,她種這個梅隆 她種這個梅隆,她種植所謂的美容瓜 但是她對鹽水總是拿捏得不好 不是不夠就是太多,不然是不順 不然是長過四口 到底種梅隆要老母的比較好 還是要老子蔓比較好,老師幫忙 嗯,當然這種所謂子蔓 還是說母蔓,德索和人都要有爭議 如果你的茶或是新的 譬如說要不正貴的梅隆 剩茶,而且你種的這個時間 也相當的一個失蹤 你的行動通常是很好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建議做這個子蔓 就是說要把他當心 老子蔓站起來 這樣他比較不會行動過度 這通常是我們在這個管理裡面 我們的一個建議 這也不一定是一定 但是你若是茶比較清 當然我們剛才那種做法 這沒問題,對吧 你若已經比較老茶 就是說已經比較疏的老茶 就是說種過三年四年過 我們在種的時候 有一些病害上的問題 有時候可能你種的時間 我們太熱或是怎樣 你在用的時候 要稍微來給他這個注意 你一定要注意什麼 最重要的是說 因為他環境不好 環境不好 你若做紫蔓的時候 通常他這個抗性會比較差一些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的劉母慢 會老用這個毛病來老 這樣這是 大家人會覺得說 因為你老毛病 會比較用一些 你的行動 可能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人 當然木前起來 大家普遍 都有這種的一個 這個看法 就是說 大家最喜歡這樣 比較多好 所以這個 就是我們 可以去注意一下 你看那個時間是怎樣 譬如說你種已經 種比較早 還是種比較慢 種比較早 種比較慢 都比較冷 比較涼 這個 美容在大就比較慢 你若是這個 用紫蔓 他就不太大 你若老毛蔓 他就留在門 所以這個 德索是這種的情形 這讓你稍微知道 大概在這方面來說 可能在這家家 就能注意一個折返 所以這個 大概上是這種的情形 所以 到底要老子慢 還是老母慢 這通常就看你的環境 看你的這個 宅配的這個時間 來跟他做決定 現在德索是 都是建議 我們這種 蚊如果要漂亮 這個形要漂亮 紫蔓的一個蚊 就是說 你若老紫蔓 老乖頓 就是順頓結構 這個形比較漂亮 比較冰心 但是呢 就是說 比較厚 它比較不會抗嚇 你若老沒頓 你若老沒頓 它的形就比較長 然後就比較容易抗嚇 這大概是 這種 因為那些行動太多好緊 所以 種這個美容 就是說 喝水 你說總是 抓得不好吃 這大家人都一樣 你種10天也是一樣 這沒對一個說 種這幾十年了 就剛才跟你說 他酒吧 這當中 這個慢慢慢慢慢慢 你都可以稍微把他 去抗嚇到 自己一定慢慢去 捏這個水 因為每一個人的 這個地都不相同 有的你問 有的 我三天喝一遍 一遍他們800水 你當年也三天 因為一遍 一遍也是800水 結果 那些美容 太多老大 因為我們可能 比較土肉 它比較耍 所以有時候 這個水分的一個 這個關鍋 就是變成 最麻煩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請請 跟聽說朋友說 這個政策 可能是這個 簡單說 就是說 這個算 我們所謂 所謂就是說 這是一個 這個 只是喝水就要學三年 才會出生的這個原因 就是這裡 所以其實 如果有政策 你就知道 作文 真正困難的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關鍋 關鍋裡面最重要 很多說 要做什麼 做什麼 那都要有機可循 最難去流落的 就是說 在管理上 就是這個水分的這個關鍋 因為你 當時的天氣 打到我們的投用 這個氣溫、濕度 日照 都不一樣 他的那個 關鍋 關鍋的這個方式 都不一樣 所以最麻煩 天氣溫 就是這個水分 因為他沒辦法 讓你一個 沒辦法去 折押的這個關鍋 譬如說 精定 我剛才這樣跟你說 你就很清楚 你就知道說 這沒問題 對不對 病害 我們知道的 這個 會發生的病害 我們都療療 執掌在我們的 這個頭部 我們大概都知道 有可能我生什麼 這個事情 並說 他生的死 還是什麼 這當然是 和一些 尾條病有關 還是怎樣 這我們都很清楚 有因的 我們沒辦法去講 還有就是水分 有的人說 要流什麼肥 流什麼肥 其實要更其次 最難的 我個人 還是人類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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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難的 這個所在 應該還是水分 因為 只有一個原則而已 不可以太淡 不可以太 像說這樣 問題是 真的是 只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們 剛才的這個 環境有時候 就是很難去 來做 所以這個 對水分 就是說你自己 降落那個環節 這個開花前前 和水 開始吊火 要維修 就讓水分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到優惠那段期間 裡面 不可以欠水 因為高時在大 它不可以欠水 所以大概是這個環節 你怎麼去做這個條件 這可能是一個 最大的工科 你自己去 配合你自己的 這個 運一個環境這樣